我们传到《创世纪》二十四章以前,请你们翻到真言,真言三章五六节,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所以真言三章五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身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话,可是因为你的话是活泼的, 我们不可以自己了解它的意思,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会有盼望。 罗马书说,你给我们旧约,所以我们会有盼望,所以我们求你这样使用你的话。 我们也求你,我们在一些地方不对,所以我们求你使用你的话改变我们的想法,帮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今天我求你帮助我们专心地听到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呆,很容易想到别的事情。 所以我求你帮助我们专心地听,我也求你,如果一个人有一些罪还没承认,我求你赦免他们,所以他们会受你的话,也帮助他们不继续拒绝你。 我们,我现在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所以我会用你的话,造就你的孩子,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经文以前,我只要说,当然神有很多方法来带领我们,不只是一个方法而已, 我们,他有不一样的方法带领我们,所以一个方法,今天我没说,在这个经文我没看到这个方法,可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他用他的话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会用圣经来带领我们,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可以用圣经带领我们,当然他可以用祷告来带领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可以用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辅导来带领我们,所以真言这样说三次,他可以这么做,然后我们有希伯来书说,一个弟兄姐妹说你不对,用经文帮你了解你不对,你可以了解这个是神的带领。 所以,我只用这些方法来说,今天的讲道,我没说,神只用这个方法而已,可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让神带领我们, 所以,我希望这个方法来说,我希望这个方法来带领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 今年,昨年,昨年,不好意思,昨年,最后一半,我一直想,《传世纪》二十四章第七跟二十七节,我一直用他们祷告。 我也用诗歌,我也用诗歌,两百九十三的歌,一直用他祷告,求神带领我,带领我们,所以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这样仰望神,让他带领我们。 我们看到《传世纪》二十四章以前,我要用《传世纪》第一章跟二十四章做一个对比,因为我觉得很奇妙,因为第一章只有三十一节,神用三十一节说,我创造世界。 一章十六节,他也说,哦,我也创造星星,没有说别的,只是很短的橘子而已,所以,他用三十一节说,我创造世界。 他用一般的经节说,我也创造宇宙,我创造所有的,包括星星。 可是在二十四章,他用六十七节说,我这样带领一个人,叫到他的太太,其实不只是他的人,是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神想强调,我可以带领你。 因为他就用三十一节说,我创造世界,可是他用六十七节说,他这样带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仆人,跟以撒,跟利百家。 如果我说他的名字,拉贝卡,是因为佩佩珠的关系,所以不好意思。 我的女儿一直听佩佩珠,所以在这里,那个Rebecca的名字是拉贝, something or other,我忘记。 所以我一直有问题,他的名字给我问题,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了解亚伯拉罕给他的仆人一个命令, 他说帮我的儿子找一个太太,一个好媳妇。 所以这个是第三,第四节。 然后我们发现他不要他的儿子跟一个家男的人结婚。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命令说,你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 可是虽然他还没有这个命令,他已经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可能以撒会被他的太太的影响离开神。 可能他不怕这个事情,可是他怕他的子孙会离开神拜偶像。 所以他不要那个仆人交到一个家男的女孩子给他的儿子以撒。 可能也是《创世纪》第六章二十四节,帮我们了解一些基督徒,可以说基督徒吗? 相信神的人,跟非基督徒或是不相信的人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很邪恶。 所以可能他了解这件事,这个是为什么他这么说。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家人的时候,我们没读的经节,从二十九以后的经节,我们发现他们没有那么好。 他们不是完美的人,可是他们还是相信耶和华。 我们看到雅各去他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也有偶像,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白偶像。 可是虽然是这样,他们还是相信耶和华。 我没有说他们是很好,我没说其他的,我只说他们可以说一点相信耶和华。 这个时候他们比家男人好多了,因为家男人用不到的事,敬拜他们的偶像。 所以亚伯拉罕不要这个事情进入他的家,所以他命令他的仆人,不要叫这种的孩子给我儿子。 所以第五节,那个仆人问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他说可能这个女孩子不愿意跟我走。 所以他问,我应该带你的孩子,你的儿子回到你本来的地方吗?你的老家吗? 这个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你可以了解。 他们的距离很远,所以我看从亚伯拉罕的家到他老家是七百二十五公里。 所以从高雄到台北只是三百六十二公里而已。 所以这个距离两倍。 所以我可以分享,如果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不认识他,他说, 哦,我是你的朋友,以前的朋友,七十年前你认识他, 我要跟你的女儿结婚。 哇,不要。 你不可以,不可以,可是,所以这个仆人知道这件事。 你们有一个成语是,坐马,看花。 这个成语,好像它的意思是说,那个男人有问题,所以他坐马, 所以女性不可以看到她的问题,她会有问题。 然后那个女性很臭,所以她有花在她的脸前面,不让那个男人看到她的脸, 所以他们都以为对方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一起结婚,然后当然他们发现他们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了解仆人的想法,他说,可能他不愿意跟着我跟以撒结婚, 因为他们没有认识。 所以他想到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亚伯拉罕回答说,我有信心。 所以第六节,他说,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到我的老家,因为神应许我,给我迦南地。 所以他不可以住在那里,他需要住在这里。 可是第七节,亚伯拉罕说出他的信心,为什么他有信心。 他说,因为神应许我,我知道他会帮助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找到一个太太。 这样我们,这样他会做好他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发现,亚伯拉罕有信心,可是为什么他有信心。 因为第七节前一半,他说,神已经做的事情,他没有说全部,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传世纪,看神所做的,为亚伯拉罕所做的。 可是,他说,神这样带领我,所以现在他可以带领你。 我们,我们的神,要我们相信他,因为他的话是可靠的。 可是,在我们生活里,他给我们一些经验。 所以,我们碰到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依靠他。 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有经验,已经看过神帮助我们。 所以,现在我会,我知道我会依靠他。 在这个情况下,我都会依靠耶和华。 所以,亚伯拉罕怎么回答。 我们看他的英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传世纪十二章,十七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发现在这个讲里面,神怎么帮助亚伯拉罕。 所以,他一直仰望神,说在这个情况下,他帮助我。 所以,现在他也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想神带领我们,我们需要有信心。 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信心,所以他说,现在神可以帮助我。 你可以参考二十四章十二,十四,二十七,四十九,我再说一次。 二十四章十二,十四,二十七,四十九,说神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话。 神是可靠的,他有那个,不只是联名,不好意思,我想看中文的部分。 好,他是可靠的,因为他已经帮助亚伯拉罕,他现在也可以帮助他做他所说的话。 所以,这个是第七节。 然后,第八节,亚伯拉罕说,如果这个女性不愿意跟你一起走,没问题,这个不是你的错。 我们应该记得,亚伯拉罕在二十二章,差一点杀死他的儿子,因为神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现在,第八节,我认为他是这样说,为了鼓励他的仆人,因为他在心里已经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我知道,神会这样帮助我的儿子,因为他应许说,我的子孙会有加难地。 第九节,我想了解,我们的信心会影响别人。 因为,在第五节,仆人怀疑这个女性愿意跟他一起走。 在第九节,他说,好,没问题,我愿意启示,我愿意答应你,我愿意做这件事。 我们,他们用很奇怪的方法,他说,把手放在他主人的腿下,对不对? 然后,我小时候,我总是觉得这个很奇怪,我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它的意义是什么? 意思是说,你把手放在这里,答应一个人,意思是说,如果我不做好我所说的话,你可以管教我,你的子孙也可以管教我。 所以,不只是你而已,你的子孙也会说,我错了,管教我。 所以,是这个的意思。 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你,因为,你知道,上个星期,我觉得,哇,这个很奇怪。 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是仆人的责任。 所以,现在,我想看神的责任。 所以,我只需要看两个经节,了解神的责任。 我们已经说,第七节前半,我们没看到七节的后半。 所以,这个是神的责任。 他必拆钱,使者在你面前。 所以,这个部分是神的责任。 神会这样帮助这个仆人。 所以,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他说,神会拆拍一个天使,准备他的路。 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神应许他。 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神准备他仆人的路。 然后,在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他说,不好意思,我需要看。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成事带我主人。 至于我,所以这个是重要的部分。 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只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所以,仆人有信心,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 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神应许他准备他仆人的路。 现在那个仆人相信耶和华,所以神在二十七节,我们发现仆人说,我在路上,神引领我。 所以,仆人没做什么,他只顺服神。 亚伯拉罕没做什么,他只顺服神。 我们的朋友,柯牧师在山顶的牧师喜欢说,我在台湾听他这么说三四五次。 他说,如果你走第一步,神愿意帮助你走第二步。 所以,那个仆人,他没做什么,他开始走路,他没有做别的。 神,他在路上的时候,神带领他。 可能你说他走了很远,他... 他...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所以他走了很久。 可是他只走而已,他没有做别的。 他的工作是服侍亚伯拉罕,所以如果亚伯拉罕说走, 没关系,这个是他的工作。 如果亚伯拉罕说,哇,他需要哇,虽然他说什么, 这个是他主人的意思,所以他应该做。 所以,我们看那个仆人,他没有让那个立白家, 他没有让他出生,没有让他有准备他的心愿意服侍别人。 他没有让他愿意变成以撒的太太,他没有做这三件事。 他不用他自己的钱,他自己的宝石,他自己的骆驼,他自己的仆人, 他自己的时间,都是亚伯拉罕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这个经文的最重要的两个经节。 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个例子,请大家帮助我,好不好? 所以,如果那个中间的椅子没有人,说他在他那里,请你把他放进去,去走道。 所以,如果中间的椅子没有人,请帮助我,让他退下去,去中间吧。 所以,如果中间的椅子,这样吧。 好,不好意思。 好,如果你坐在这里,没有意思,你可以不懂。 如果你坐在那里,好,这是空的。 空的。 好,好好,所以,我们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很奇怪,希望可以帮助你。 所以,现在,如果我需要走到电梯,不容易,对不对? 我可以,可是不容易,跟爬山一样不容易,对不对? 所以,神做第七节,他拆派他十字,准备他的路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请你们一起让那个椅子再来他们未来的地方。 所以,他准备他的路,谢谢。 好,所以现在很容易走,对不对? 所以,很平坦,很直接。 所以,这个是第七节的意思。 可是,这个不够,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样走迷。 所以,虽然,他准备路,我们常常觉得,哇,我要看其他的地方,我要看凤金,哇,这个很美,我不要走到哪里。 电梯没有意思,我要看什么,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虽然,虽然,神准备路,我们还是需要在路上仰望神,让他引领我们。 这个是二十七节的意思。 这个时候,他愿意带领我们。 所以,我已经请无敌熊,我可不可以用他的儿子吴永恩跟他的女儿吴永新分享一个例子。 所以,如果那个椅子在中间,他们两个不容易跑到最后部分,对不对? 他们不会跑到儿童游戏间,对不对? 虽然,虽然,这里有玩具,他们想去,不容易。 可是,我们准备路的时候,可能他们也不容易走到那里,因为他们很小,可能永恩比较会,因为他大了一点。 可是,永新,他只是一岁而已,以前我有一岁的孩子,他们不在乎,在这里,这个很远。 你可以说,玩具很好玩,他们说,啊,这张纸比较好玩,他们这里太远,我要吃,啊,哇,他们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兴趣,对不对? 可是,我们跟那个一岁的孩子一样,神说,在那里有很好的玩具,你在那里可以玩,我准备路,你自己走吧。 嗯,不要,我要吃这场吃,我们都是这样,所以神说,准备路不够,我需要你在路上, 我需要带领你,所以,我要再用无敌生的孩子。 因为在十二月的传福音的那个家里的派对,他的女儿永新,他看到别人,他一直跑来跑去, 他,有一次他跑到我,然后,哇,他很奇怪,马上跑到别人,他不在乎是谁, 只是,他是台湾人,是OK的。如果是,有外国人,有奇怪的皮肤,有胡子的人,他不要。 所以,他怕我,可是我要用这个事情来分享。 如果我们这样对神,如果我们怕神,他没办法带领我们。 我们离开他的时候,我说,哇,你太厉害了,你太恐怖了,我不要跟着你一起走,哇,他没办法。 他可以准备路,可是他不可以带领我们,对不对? 可是永安不一样,2017年开始的时候,他跟他的妹妹一样,他怕我。 可是,差不多每一个星期天,他的爸爸妈妈让他说,你好,牧师,让他跟我握手。 所以,在一样的派对,我忘记为什么,可是他找不到爸爸妈妈,可是他看到我。 所以,他跑到我那里来,我怎么说,拿着我的纸,开始说话。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因为这里太吵了。 他一直说,一直说,我坐在他旁边,一直听他,不好意思,我听不懂。 可是,我认为他愿意让我带领他,因为他愿意相信我,他说,那你不是坏人,你是好人,我可以相信你。 所以,我可以带领他到那个儿童游戏间一起玩。 我可以,不可以带领他的妹妹,对不对? 我们应该向永恩说神,有的时候我不太懂,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可是我愿意让你带领我,愿意在路上让你带领我。 因为,如果我们找到路,这个不够,我们都如样走迷,很容易找到其他的有意思的事。 所以,我们求神在路上带领我,这个是神的责任。 这个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他在路上没有说,好,神,我找到路,现在不需要你,我可以自己走到那个亚伯拉罕的老家,没有关系。 他没有这么说,他说,神,我找到路,可是不离开我,我需要你带领我。 每一步,求你带领我。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故事的终点。 我说这些话,可是我不要,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变成蓝猪,说好。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让神做所有的事情,我不需要做什么,我可以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或是读书,说好神。 如果是这样,你准备路,如果你需要带领我,你自己可以坐吧,我不需要做什么,我可以让你坐。 所以,这个故事也不要让我们这样想,因为神愿意准备路,神愿意带领我们,可是我们需要遵守,我们需要顺服,我们需要做我们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部分不多,可是我们需要做这个部分。 所以,第三个重点是仆人的责任。 所以,不用怕,这个是,我们看很多经节,可是这个部分很快完了。 所以,仆人的责任,第九节,他向亚伯拉罕启示,所以他需要允许亚伯拉罕,好,我愿意做这件事。 第十节,第十节,他准备,这个旅行,他准备离开,我们看他从他主人的骆驼里,除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然后走了。 所以,我们发现他准备好,然后离开,然后,第十到十一节,他走得很快,我希望我回美国的时候可以走得一样快,因为在一个柱子里面,他已经到了,可是其实他走了一个多月,所以最少,最少是一个月。 因为我已经说,他的,从亚伯拉罕的老家,七百二十五公里,可是他不会用直接的路,他需要绕路,因为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好,这个是平常用的路,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山上,是亚伯拉罕跟伊萨跟雅各用的路, 因为,是亚伯拉罕跟其他的国家要投人的东西,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不可以用平常的路,所以很可能他需要花更多时间,可能六个星期,两个月,走这条路。 ,可是他这么做,然后十一节,他等在那个城市外面,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可是看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他,我一直看他,我认为他连河水都没有, 他可能喝他自己带的水,可是他没有喝这个城市的水,他让他的骆驼跪下来,等,他让其他的跟着他一起走的仆人,等,他自己祷告,十二到十四节,他自己祷告。 如果你不太相信他不喝,没关系,十一节没有直接说,可是我可以请你参考三十三节,他也不愿意吃饭,一直到他说他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我自己认为,在十一节他没有喝水。 那,我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你走很远的路,你要不要喝一点凉水? 我要,我不要再喝我呆的水,很热,很不好喝的水,可是他愿意等,因为他最重要的人是他的主人。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是他的主人。在这一章里面,主人这个词发出现,出现二十多次。 你听到仆人说的时候,他总是说主人,主人。 我们背的经文在二十七节,我们发现主人出现三次。 一个经文在二十七节里面,他这样说,所以我只要说,对他来说,喝水,他自己的喉咙,没有意思,他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愿意等,不喝水,所以他可以做好他的工作。 好,所以他的,他已经做了三个事情,他起事,他准备,他走了,他在十一节,他等,十二到十四节,他祷告。 所以,他没有说,好,神,我到那里,没有关系,我可以,我可以做好其他的部分,你帮我安全道,谢谢你,可是我可以找到对的,对的太太。 他没有这么说,他祈求神。 保罗说,我们应该总是常常祈求神,所以我要问你们,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的哑通的时候,我是不是祈求神,或者直接出无敌声说我的哑通。 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去哑医,可是我只要问,神是你的阿爸父,你是不是先跟他讲一下,问他。 我的手有问题的时候,我直接出医生吗?或是先祷告一下?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自己处理吗?然后,或者我们先祷告一下。 我只要问这个问题,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没有说你不应该出医生。如果你听到这句话,请你出笑,然后,我没有说。 好,所以他的责任是祷告,十五、十六节,我们发现神已经回应他。 十七节,他跑到那个女性的旁边,求他给他一些水。 二十一节,他看着那个利白家,因为他说,我愿意给你骆驼水,可是他需要等,看他是不是做完。 因为很多人说,我愿意做这件事,然后,我太累了,我不要做完。 所以,我们,他一直看利白家,看他愿不愿意做完他所说的话。 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一个仆人,要找到对的太太。 他说,对的太太是另外一个仆人,他愿意服侍别的人的人。 这个是他找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当然,这个可以让我想到耶稣基督马卡福音的诗章,应该是四十五节。 他说,我没有来让其他的人服侍我,我来为了服侍其他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故事很有很大的意义。 仆人是最重要的人,当然,除了神以外,她是最重要的人。 她认为最适合的太太是愿意服侍的太太。 当然,我们说,太太没有她的权柄。 就是仆人说,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服侍的人。 因为,如果她愿意服侍,她愿意帮助她的丈夫。 所以,她看她愿不愿意做完。 我,这个有很多意思,因为利白家,她,我可以说她很可怜。 因为,骆驼,十个骆驼会喝一千三百五十公升。 对,公升,对,对,对。 所以,我小时候,我忘记,十三岁的时候,我有一些猪。 我忘记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有问题,没有水, 所以每天我需要拿水给他们喝,不是一千公升。 可能只是我忘记,一百公升而已。 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我的手很痛, 我觉得,哦,我没办法给他们更多水。 只是一点水而已。 她给这些骆驼很多很多很多水。 所以,当然,仆人是要等着她,看她是不是愿意做完。 这个是她的责任。 二十二节,她的责任是给利白家礼物,是黄金座的礼物。 二十三节,她的责任是问她她的家人是谁, 也问她可不可以在这里睡觉。 她的责任是二十六、二十七节, 敬拜耶和华,赞美她因为利白家不只是给水而已, 她是对的家人、家庭。 三十二节,她的责任是进入这个家。 三十三节,她的责任是很快说出主人的命令, 告诉他们她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在十一节,她不愿意喝,一直到女孩子来。 三十三节,她不愿意吃,一直到她说出她的工作是什么。 可是这样还不够。 四十九节,她请他们说, 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女儿离开,跟着我一起走。 这个是她的责任。 她不可以说,这个是我的工作,好,拜拜。 她需要问,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女孩子跟我的主人的儿子结婚。 五十二节,她给更多礼物。 五十四到五十六节,准备再离开。 所以这个是仆人的责任。 虽然神带领她,虽然神准备她的路, 她需要做她自己的工作。 她不可以说,好,神,你可以什么都安排。 我不要,这个路很强。 我让骆驼自己走,好吧。 如果他们再来的时候,他们有女孩子在他们身上, 这个是可以的。 她没有这么说。 然后礼拜家,她有她的责任。 十五节,她需要去拿水。 十八节,她需要给那个仆人一些水。 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吗? 因为在这个讲里面,我们发现耶稣说, 如果你做六个很简单的事情, 一个是给人凉水,给他们一口水。 如果你给他们一点水,你会有永远的奖品。 这个礼拜家,他给那个仆人水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改变他所有的生命,对不对? 他只以为我不是一个人,我不认识他,我没看过他。 他不知道这个人要找到一个太太。 他不知道因为他给了一些水, 他可以变成以撒的太太。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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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很多很多很多祝福。 他不知道他会变成 是耶稣的奶奶,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知道。 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 可是他愿意服侍。 他愿意给这个仆人一点水, 然后他看到那个骆驼需要水, 所以他们也愿意给他们水。 我们,所以我就说, 请你们翻到《创世纪》, 四十章六节,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叫约四, 他坐牢的时候, 他看到另外两个人, 他们也坐牢, 可是他们发现, 他发现他们很难过。 然后他们问, 约四问他们,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 你们可能知道其他的故事, 他们有, 他们做梦, 不知道他们的梦的意思, 然后约四告诉他们, 他们的梦的意思。 然后两年后, 一个人记得他告诉法老王, 所以约四会离开监牢, something, 可是我说四十章第六节的时候, 因为约四不知道这两个人可以帮助他离开, 他不知道, 他只是服侍他们而已, 他没有做别的, 他没有说, 我觉得这些人可以帮助我离开, 他就说, 好, 你很难过, 可以帮助你吗? 所以他愿意服侍, 可是因为约四愿意服侍, 后来两年以后, 他会变成法老王的第二个, 在埃及最第二个最重要的人可以这么说, 然后在我们的经文, 利白加, 因为他做小小的事情, 他愿意, 他变成以撒的太太, 变成, 他也神应许说我会使用亚伯拉罕祝福所有的世界的人, 所以因为他做小小的事情, 他进入这个应许, 所以神可以做好他所说的话, 所以他的祝福很大, 他只给一点水而已, 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服侍别人, 他的责任是九到二十一节是给十个骆驼水, 我已经说是很多很多很多水, 可是其实我跟约四说, 虽然他很可能需要用两三个小时给他们水, 这个事情很小, 他得到更多的礼物, 这个很值得做, 所以他的祝福很大, 我们也, 所以我们再一次想到耶稣说, 仆人是最大的人, 最棒的人, 然后二十四, 二十五节, 礼拜家的责任是请那个仆人来他们的家, 他的责任在二十八节是跑到他的家人告诉他们这件事, 我们没有读其他的故事, 请你们翻到五十八节, 他需要说我愿意跟着他一起走, 我愿意跟着那个仆人一起走, 虽然我没看过以撒, 我愿意跟着那个仆人一起走, 所以这个是他的责任, 他需要决定他愿意, 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前书一章八节, 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这个是耶稣, 确实爱他, 这个是耶稣, 所以你们虽然没有, 不好意思, 见过耶稣, 确实爱耶稣, 所以礼拜家没有见过以撒, 可是他已经愿意跟他结婚, 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 可是这个不够,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愿意做, 可是不太要, 所以六十一节是最, 是很重要的, 他骑上骆驼走了, 所以他没有十天说再见, 他不可以跟他的朋友们说再见, 他没有派对, 他的家人想使用十天给他派对, 他没有这个, 他说我愿意走, 他骑上骆驼走了, 所以这个是他的责任, 礼拜家的信心, 神将上礼拜家的信心, 所以如果他说我不愿意走, 我要跟这里的男人结婚,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的事, 可是因为他有信心, 我们都了解他是谁, 然后这个仆人, 二十四章里面的仆人, 一些人认为可能是十四, 十五章的仆人, 不一定, 这个是五十年以后, 所以那个仆人, 如果是十五章的那个仆人, 他很老,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他, 可是, 所以我这样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仆人的名字是什么, 对不对, 可是他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认真的服侍神, 神的应许不是空的, 因为神应许说, 我要用亚伯拉罕的子孙, 祝福世界的人, 所以, 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 很认真的服侍神, 相信神, 因为他觉得他的主人的意思是最重要的, 我们神会祝福所有的世界的人, 然后我们看二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节, 然后六十六节没有直接说, 可是我认为他跟以撒说的时候, 他在说这件事, 我们发现每次仆人说到这件事, 他一直赞美神, 一些人说他重复说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他重复说因为非常非常重要, 他说是神带领我, 是神准备我的路是神, 我在路上可是是神带领我, 所以他一直把荣耀归于神, 因为他自己觉得我没有重要, 所以可能这个是为什么摩西没有说仆人的名字是什么, 因为仆人不重要, 我们不重要, 重要的人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跟李百家跟那个仆人一样, 服侍神, 说神, 我求你, 拆拍你的天使, 准备我的路, 可是这样还不够, 我求你, 我在路上的时候, 请你带领我, 帮助我, 一直仰望你, 所以你可以得到所有的荣耀, 可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故事想鼓励我们说, 没有事情是小事情, 我真的, 我读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我怕不容易说出它的意思, 可是一个人看到这个经文说, 不要以为一件事情是一个小事情, 因为神可能用这个小事确定你可不可以做好更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 我们应该了解, 没有小事情,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没有小事情, 我们应该认真地做, 然后神可以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最后一部分, 我请大家拿十个本, 不用怕, 你不需要弹这个十个, 可是拿十个本, 翻到两百九十三, 两百九十三, 我只要用它做一个祷告, 你可以, 我们常常说需要闭眼睛, 眼睛, 可是今天你不需要, 你可以看着那个词, 我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着这个词, 我们一起祷告求神, 一直带领我们, 好, 我们一起祷告, 有智慧大能的主, 我们求你, 今年帮助我们, 用你的身手带领我们, 我们求你跟,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缺少水, 可是你在旷野给他们水, 所以我们求你一样, 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大卫, 求你带领他在水的地方, 跟在草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样, 祈求你带领我们, 我们也求你, 我们看, 以色列人, 你用火跟云带领他们, 我们当然没有看到火或是云, 可是我们求你不让我们灭少圣灵, 让我们一直顺服他, 所以我们会好好地服侍你, 我们求你, 今年使用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不在乎, 跟李白家, 跟这个故事里的仆人一样, 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有名, 我们只在乎你, 我们的主人会得到荣耀, 所以我们这样, 祈求你, 放开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